你好 欢迎收看3月8号的台湾大新闻 我是陈慧玲 在新北市政府的争取下 新北市民恰办劳保业务又多了一个地点 从去年的12月开始 劳保局在新北市府一楼联合服务中心 是增设了服务据点 提供新北市民全面性的劳保业务服务 在联合服务中心调查 恰功民众最希望增设的零贵服务项目当中 劳保业务一直高居于民众期望的榜首 但因劳保业务属于中央部会全责 过去两年并未同意增设 在新北市劳工局长谢正达多次的争取下 劳保局同意在新北办事处搬迁至新庄中央 合署办公大楼后 在新北市政府联合服务中心内增设服务据点 过去我们的这个劳保业务 我们大概已经在这边办理两年多了 很感谢劳保局愿意在我们新北市政府 这也是全国唯一在地方政府设这个劳保业务的一个单位 然后我们这边每天都有很多的 有关劳保业务的相关的事项 来这边做咨询与这个相关的服务 不但如此 劳工局在服务中心也设置一般劳工业务咨询 以及就业服务的咨询 那新北市劳工朋友可以在一个地方 就办好所有的业务既是很实用方便 我们劳工局也设立了四个柜台还有一个就业服务的一个小站 我们也希望把相关的劳工业务能够做一个整合性的服务 从劳保到劳工的一些相关的咨询 还有劳工争议的一个处理的一些就业的服务 都能够在这边做一个综合处理 希望民众都能够利用我们一楼的服务柜台 把相关的一个服务一次的一个完整到位 新北市联合服务中心目前提供包括护证地证等多项便捷服务 更有求职就业劳工咨询法律咨询 以及多种语言的国际多元服务柜台 希望让民众只要跑一趟市府大楼 就能完成各种市政业务申办 现在增加劳保局的柜台专人服务 相信可以让新北便民服务再上层楼 这个分享事务长报道